为什么泰山是五岳之首? 五岳是中国武座名山的总称, 它们分别是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 中岳松山、南岳恒山、北岳恒山。 那么为什么西岳山是五岳之首呢? 泰山崛起于齐鲁古国、东陵大海、西岗黄河, 纵览东部沿海广大区域的地理形势。 泰山居高临下,与成员强烈的对比, 因而在视觉上显得格外高大, 成为万里原野上的冬天遗住。 具有一览众山小的高旷气势, 剧团凡是功高得险的帝王, 必然会被天神赐予吉祥的福瑞, 他并有资格到泰山举行风产大典。 此后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文帝、唐高宗、 武则天、唐玄宗、宋真宗、康熙、乾隆等十二位帝王 接踵到泰山风产之际, 克什济宫。 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, 巩固自己的统治, 使泰山的神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